火影中的禁术有很多 用途也多种多样 有增强战斗力的八门盾甲 有以命换命的试鬼封禁 我们很难在一个维度上评价他们的强弱 但如果评选一个对剧情影响最大的禁术 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把票投给绘图转生 绘图转生不但在木叶崩溃计划中展示了匪夷所思的效果 还在疾风转后期成功地平衡了人界大战双方的势力 让人界大战看上去像真正的战争 此外 各个传说中的忍者也纷纷亮相 尤其是语制播般 可以说要是没有绘图转生就没有后面的无限阅读 灰夜机也就不可能出来了 那有没有其他禁术在影响剧情上能和绘图转生有异拼呢 我认为是有的 那就是伊邪奈奇 而且我认为伊邪奈奇对剧情的影响远远超过绘图转生 伊邪奈奇首次被提及是在团葬和佐助的一站中 一直在旁观战的带徒解释了伊邪奈奇这个术的作用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内容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失数者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不利因素瞬间转化为梦境 而且能将攻击者一切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 是向自己释放的终极幻术 这句话用直白一点的表达方式就是 在一定时间内失数者是免疫一切攻击的 而失数者发出的攻击却都是真实的 在和佐助的战斗中 团葬频繁地使用伊邪奈奇 数次将死亡化为梦境 但根据相邻描述 团葬那无敌的忍数每次只能持续大约60秒 每一次团葬进入无敌的状态后 查克拉都会大幅减少 而且他胳膊上的血轮眼就会闭上一只 这说明戴土一开始对伊邪奈奇的定义并不全面 查克拉减少就是战斗中的不利因素 但并没有被伊邪奈奇削减 而团葬也是因为担心查克拉不足 所以才移植了生命力极强的柱间细胞 在此战中 团葬一共用了十次伊邪奈奇 让自己数次保命成功 最终在最后一次伊邪奈奇到时间厚重了佐助的幻术 误以为还在伊邪奈奇的实现内落败 伊邪奈奇的第一次亮相叫人觉得这个数虽然强大 但还是有诸多限制条件的 而且每次只能持续60秒就要废掉一颗血轮眼未免 太不值得 也就是团葬这种血轮眼批发商家才能这么玩 不过团葬虽然用了十次伊邪奈奇 但最终还是没能保命成功 伊邪奈奇的第一次亮相虽然惊艳但谈不上惊人 然而仅仅过了几天 伊邪奈奇就第二次亮相了 为了拿回长门身上的轮回眼 戴土一人前去找小南 而此时已经退出小组织的小南决定 舍命保护长门的轮回眼 于是小组织成员间的唯一一次死斗就这么开始了 战斗开始前戴土是有些轻视小南的 毕竟在他的印象中小南一直是长门的辅助人员 十几年前小南被山交鱼伴藏当作人质的画面还历历在内 戴土觉得他轻易就能打败小南拿回轮回眼 所以在小南引诱他去城外时 戴土一点都没有犹豫 然而小南跟戴土已经相识了十几年了 已经对戴土的能力有所了解 知道他的虚化时间最长只有五分钟 所以小南才打开了小组织的小金库 败光了小组织的全部资产 准备了能连续爆炸十分钟的六千亿起报复的止海 戴土对此毫无准备 一开始还是以神为应对 直到他发现五分钟的虚化解决不了问题时 戴土采用备用血轮眼使用了伊邪难骑 这只血轮眼倒不是专门给小南准备的 而是十几年前在被四代火影的飞雷神二段打败之后 戴土就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才在与制波一族被灭族后 和团葬平分了血轮眼 也常备了一只血轮眼在身上以防万一 而今天他就用上了 而这些小南自然是不知道的 他以为戴土今天必死无疑 而十分钟的连续爆炸也耗光了小南的查克拉 就在他解开神之指者之术后 戴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仅用一招就将小南打成重伤 此时我们看到戴土备用的血轮眼也慢慢地闭上了 推测戴土的伊邪难骑维持的时间在五分钟左右 而后戴土还向小南介绍了他所知的伊邪难骑 根据戴土的介绍 这个术是只有拥有与制波和牵手这两方力量的人才能使用的棚树 是能够将虚幻和现实连接的与制波一族的禁术 是六道仙人用来创造万物所用的术 与一就是用伊邪难骑将尸尾分成了九大尾兽 总结下戴土的发言 因为六道仙人是牵手一族和与制波一族共同的祖先 用伊邪难骑创造了这个世界 所以伊邪难骑其实是创世之术 戴土借助这个术最终反杀小南 成功地拿到了轮回眼 伊邪难骑第三次是出现在与制波又的回忆中 钥匙都信誓旦旦地说 即使杀了他会图转生也不会停止 又再一次拿出新的招数 对眼前这个迷失自我的人使用伊邪难骑 并且成功地让钥匙都坠入了无止境的轮回 随后又用阅读控制着钥匙都解开了会图转生 为仁者联军一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之后 与制波又向左柱讲述了伊邪难骑和伊邪难骑的历史 在战乱年代有不少与制波的族人使用过伊邪难骑 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术帮助一族取了战争的胜利 但久而久之伊邪难骑就成了与制波族人争夺族长的必杀戒 因为这个术的存在 族常人选平凡更换 直到与制波这里出现 他发明了伊邪难骑克制了伊邪难骑 至此以后伊邪难骑终于不被乱用 与制波一族的族长之争也告一段落 除了介绍了这段历史 又还说了伊邪难骑的原理 就是施术后选择对方行动中的一个瞬间 用体感将其记录下来 然后在战斗中重现这一体感 伊邪难骑就是将这两个相同的体感连接起来 中招者会被囚禁在这两个体感之间的时间内 陷入无限的轮回世界 而伊邪难骑的原理其实和伊邪难骑类似 他也是在施术之后 记录下了当时的状态 在伊邪难骑的有效时间内 施术者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比如戴土就是在被炸的断了一个胳膊后 才使用了伊邪难骑 所以他虽然没死 但也是断臂状态 这里与制波又和与制波戴土的介绍有很大差异 又的版本中使用伊邪难骑并不需要牵手一族的力量 而且又也是在没有牵手一族力量的前提下 使用的伊邪难骑 戴土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与制波般 而又是族长的儿子 且使用过伊邪难骑 所以我猜测戴土对方忽悠 使用伊邪难骑并不是必须有千手一族的力量 但是伊邪难骑极其消耗查克拉 有千手一族细胞的情况下 肯定能对伊邪难骑增益不少 伊邪难骑第四次出现是在卡卡西暗部片中 止水为了阻止与制波一族的盼望 向木叶高层透露了自己的万花筒能力是别天神 这下把团葬缠得不行 于是他对止水实施突袭 而且还提前布置了伊邪难骑 所以团葬在被止水的幻术制住后 才能马上实施反杀 抢到了止水的右眼 这一次施术团葬做得干净利索 而且也能看出团葬早就寄予与制波一族的力量 所以早就给自己移植了血纹眼 伊邪难骑的第五次出现是在黑爵讲述人者历史的时候 在终结古之战中 牵手飞坚打败了与制波班 并且毫不手软地杀死了班 然而班用转血封印在眼中设置了伊邪难骑 并且算到飞坚要研究自己的尸体所以不会破坏 他的推测完全正确 在当天晚上伊邪难骑发挥效果班复活 能看出来班设置的这个伊邪难骑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 他要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复活 并不是要短时间内无敌 所以并不是班的伊邪难骑持续时间更长 只是他的用法和其他人不尽相同 而且班复活后 使用伊邪难骑的眼睛也确实失明了 只是在移植完初代细胞后 班失明的血轮眼竟然也一起进化成了轮回眼 只能猜测这是因陀罗和阿修罗细胞结合带来的奇迹吧 结合这几次伊邪难骑的用法 总结伊邪难骑确实是一个连接幻境与现实的树 最常见的用法是记录某一时刻的状态 并保证在一定时间内无敌的树 这个时间因人而异 牵手一足的细胞能增强这个树的效果 少见的用法是在特定时间内复活 而六道仙人的用法更特别 依靠自己的需求用伊邪难骑创造了世界 而且伊邪难骑这个树是需要提前设置的 并且截出矛 汗 为三个硬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童树 有人问戴土在和灰叶战斗时为什么不用伊邪难骑 原因是当时的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查克拉 而且即使用出来几分钟内不死也不能对灰叶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要说说伊邪难骑的成绩了 羽衣用他创造了世间万物 搬用他成功保命 并且在之后开启了轮回眼 魏月之眼计划开了个头 团葬用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别天神 并且彻底改变了与之波一族的走向 间接导致了与之波灭足 戴土也是用他保命成功 要是没有这个数 第四次人界大战光靠着圆梦大士兜的绘图转生根本打不了那么久 所以相比绘图转生来说 伊邪难骑才是对忍者世界影响最大的那个数 也可以说是最强禁数 虽然有伊邪难骑这个科兴在 伊邪难骑也无亏最强之名 毕竟伊邪难骑试用面太窄 且也没有伊邪难骑那么强的效果 好了 关于伊邪难骑今天就说到这 拜拜